叫一个有十几亿财产的男人不去玩 你叫他再多赚十几亿还要惨 我有能力协助一个有十几亿财产的男人赚更多的钱 可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不玩女人 丽瑟这个角色简直是为朱玲玲量身打造的 不论是气质格局还是修养都是无可挑递的存在 在创世纪舞台上绝对是活得最通透的人 在服装店遇到丈夫情妇的出言挑衅 丽瑟并没有落于俗套与之针锋吃醋 反而在大众面前体现出自信与风度 然后再是一间打电话停掉对方的信用卡 让他明白较小的底气也要源于真正的实力 或先这信用卡不见了 我怕被人倒刷 麻烦你暂时终止卡效 既巩固了作为正妻的尊严 也维护了霍景良的名声 霍景良看情妇在服装店没法付款赶忙来救驾 还不赶快进去救驾 愿你呢多放点时间在生意上 平时桀骜不驯的霍景良 在妻子面前也要忌惮三分 上梁不正下梁威 如果个个都不自量力学你这样 那我看霍氏的问题真是大了 在很多人看来 两人更像是势均力敌的合作伙伴 多年来他们冥冥之中达成一种默契 只要霍景良不要玩得太过分 丽丝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至这间霍景良出轨丽丝最好的闺蜜 谁啊 你是丽丝 丽丝尽管平时在坚强 始终接受不了丈夫和闺蜜的双重背叛 托得歇斯底里 她很快找到温宝 你可不可以尊重我 尊重我们18年来的友谊 丽丝 对不起丽丝 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打击 是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尽管文宝儿身泪俱下地求原谅 丽丝还是决心与之断了姐妹关系 回家后 丽丝和霍景良提出离婚 丽丝说一步而一旦做出的决定 覆水难收 两人的婚姻关系也就此拉上了帷幕 不得不说这是霍景良这辈子最大的损失 有一点我很坦白 当时我能够熬得出头来 真真正正有本事的不是我 没有丽丝的辅助 霍景良这辈子都难以达到今天的高度 也正是因为丽丝的提醒 丽丝才放弃对大阁家楼盘的收购 丽丝离婚后面和业丝走到了一起 原来早年丽丝曾在业丝手下当秘书 两人很快暗身情愫 但当时业丝已有家事 丽丝并没有拖泥带水纠缠对方 而是及时抽身而出 业丝丧偶多年没有再去 她对丽丝的感情始终如意再次打动了丽丝 但要融入这个复杂的大家庭当中 没有几把刷子显然是不行的 丽丝第一天以代理董事的身份 为业校里分担公司业务 业容金就让秘书送来堆积如山的业绩报告 想要让丽丝出洋相 丽丝的未雨绸缪让想刁难她的人面面相觑 会议也顺利进行 她敏锐的洞察里很快察觉到 公司的会计部有问题 原来有人利用开发票的漏洞窃取公司财产 丽丝很快给业容金一个提醒 在丽丝与出差的夜校里网络聊天时 业容金惧怕丽丝把事情说出去闯了进来 私人时间我不喜欢讲公司的 我也相信做生意呢 人人也有好处才会做得到 不过赚钱也有高手跟低手 不过这么小的事情呢 我想你会知道怎么处理了 不需要惊动你爹地 丽丝脱战处理并没有与业容金撕破脸 业容金新尊感激改变了对丽丝的态度 这天丽丝碰到温宝儿并没有避而远之 而是很大度地邀请对方一起打包二夫球 但温宝儿自觉没有脸面谢绝了 艾伦觉得母亲这样做很不值得 在感情这个游戏里 永远都是弱者的那个得人同情 而做强者的那个就一定要牺牲 为什么牺牲的那个会是你 发生这件事情 最痛苦的那个未必是我 他已经得到爹地了 可是他现在连一个谈心事的朋友都没有 见到好朋友还要躲 那种滋味是很难受的 什么是在丽丝眼里都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你喜欢这样的丽丝吗 画面回到荣天这边 他卖掉宠物机的版权还清了一部分债务 公司还是免不了被发院清盘申请破产 但正是因为这样的波兰才让他激起更大的浪花